2月21日,有正义姐之称的香港教师蓝雪宝 在香港铜锣湾附近被十多名暴徒围殴至头破血流,诸愿逢针 记者近日在蓝雪宝的家中见到正在养伤的他 受伤已接近10日,但他面部、头部的伤痕依然清晰可见 蓝雪宝表示,希望香港的年轻人不要再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 如果殴打他的人能够觉醒,作为老师的自己愿意原谅他们 蓝雪宝说,初始那天中午,朋友在铜锣湾时代广场组织了派发口罩的活动 他是去找这位朋友帮忙买一批口罩,送给家境困难的学生和家长 当时,蓝雪宝看到附近有些激进的年轻人在集会叫嚣 并想用手机拍下他们的行径 他就一手抢了我的机器 抢了我的机器,我一手扣在背包里,一个圆轻人拉着 因为我想拿回我的机器 他一拉我,好像是狗似的,失了众心,整天衝起来 然后他转身,拖拖拖拖拖拖拖,这里啦,这里啦,这里啦 我都不知道怎么反应,我就说,死了,死了,死了 因为我闻了这血声,我就吐了,很害怕 过了几天之后,你看到这里整块青色,这个位置就缝了两针 这里有一块原来很大,我现在不敢碰它,因为没有处理过,血块来的 受伤之后的蓝学宝一直在家休养,但寂静分子却没有停止对他的滋扰 蓝学宝任职的学校收到了超过500封邮件和电话投诉 说他在家办公期间外出挑衅,打人 这让蓝学宝觉得非常委屈 他说自己任职于一间特殊学校,教授的是智力有障碍的学生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他收到了不少家长的求助 当天只是想托朋友,买口罩送给学生和家长 社会用不下我的,学校用不下我,办学团体用不下我的 我可以走,我不想影响他们 不过我希望他们不要因为人家怕黑暴,屈服,跪下 反正我是鼓励他们应该站出来谴责暴力 是不是应该每个从事教育的人都应该做的事 我半夜发噩梦,经常因为被人打的那个影像 一直起来,我都不停搂,不停搂 但是是不是我躲起来就没事,不是的 你越退缩,他们越做焚 采访过程中,内心的委屈和愤懑使蓝学宝一度情绪激动 但转眼看到身旁一只身着警察制服的玩偶时 却破替微笑 他说这是能让自己摆脱恐惧的男朋友 香港修理风波中,蓝学宝也屡次表达对警察的支持 他相信正义一定能战胜黑暴 也希望殴打他的暴徒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自首 作为老师的自己,愿意原谅他们 我担心那个年轻人,他是不是一些很愤怒的东西 积聚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一有机会,他就在我身上发泄 我很担心他 因为年轻人一向都被人洗脑 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听背后的症棍在抹黑 你倒不如自己去自首吧 自首一定会更加判得轻一点 我也都会同你求情,我作为一个老师 有人走错路,我不会放弃他 任何一个学生,任何一个年轻人 走回正路吧 蓝学宝曾因数年前与港独分子公开对峙 并对其进行痛斥,被大家称为正义姐 他真诚地希望香港年轻一代 多酷酷眼界,听听不同的声音 坚听则明,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要再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和蛊惑